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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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城市论坛 近期外容的案件,EVN事件和其他一宗案件 都受到全城关注 究竟大家会讲到 外容事件在香港来讲 是冰山一国,其实是偶发的事件 今天请到五位台上讲的嘉宾和我们谈谈 题目就叫做 二乡地壳公市场,家用待遇望商量 外容来到之后人家生疏 加上我们住的地方又比较狹窄 产生摩擦的机会又多 工时又比较长 老实说,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工作 老实说,我自己的案例是假的 当然是我睡觉他才能睡 我不睡觉他也很难睡 所以有点磨擦自所难免 但问题是否能够我们社会 大家都尽力去改善这个情况 今天跟大家商量一下 先介绍一下台上讲的嘉宾 李正强先生 欢迎大家 先在台上发言 大家和我们讲讲 五位 究竟我们现在在新闻上所听见到的 Ariana事件 和另外一宗被判故事无罪的事件 究竟是一个所谓冰山一国 其实是很多案件 因为我们有三十几万外容在香港 究竟是小事一宗 或是个别案件 或是老实实无日无知 你们收到的投诉很多 谁有什么要说 主持人 今天你的题目定得很好 虽然我们认为Ariana这件事 严重到这样的地步 是一个很极端的个案 这是真的 但是在香港对于外籍家务工的不同形式的剥削 仍然是挺普遍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譬如Ariana这个案件 虽然它是最主要 大家看到它是一个虐待的事件 但是其实里面也牵涉其他劳工的权益的问题 譬如雇主也是被控告欠身入罪 也没有为雇员买劳保 亦都是Ariana在聘用期间没有放假的 那这些不同种类的一些情况 很可能其实是在香港 就是很多的佣工 可能他们就是面对其中一条两条 可能就是不会说 每一次都是打到这么严重 当然了 但是是不是就是说 他们如果是说没有假放的情况 我们就不用理了 我想其实不是的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事件 更加是令到公众和传媒 揭示到很多的香港政府的政策问题 我们见到上一次我都在这里 就是在一年之前 城市论坛都讨论同一个题目 当时劳工署的副署长还在这里 会回应这些问题 很可惜今天它就没有再出现 一年下来 政府做了很多的承诺 监管中介公司 保障外用权益 但是一年下来 我们见到只是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空头的承诺 就是去到现在才 去到判决出了之后 劳工署和局长才出来说 我们又会去想 如何监管中介公司了 就是说其实我们见到 政府其实是没有吸取教训 因为其实上一年 政府也都是说得很清楚 他们都承认中介费的问题 是令到外傭 就算他们受到剝削 都不敢申诉一个主因 但是很明显到现在为止 还未是跟随得到 首先我要说 香港99.9%的雇主 都是一个良心雇主 99.99 雇主请工人 最重要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我们请工人 即是雇主 找到工人 就很希望他可以尽快 融入到自己的家里 让我们的雇主 可以安心 无后顾之忧 出去找工作做 去为工作拼搏 但是有些工人 工会 就利用了 Evianna这件事 就有心 将这件事情 无限地放大 放肛 欲加之罪 毫无辞地说 我们的雇主 是虐待他们 去剥削他们 但是工人自己 就说自己做了奴隶 其实我在这里 就一定为全港的 有良心的雇主 平凡一下 第一 香港的外融 其实在法定的最低工资 在轮区来说 比起轮区是最高的 已经是最高的一个地方 第二 香港的外融 的融工的保障 其实包括法律 医疗的保障 是比我们 普通的香港打工仔 还要好 还要好 为什么呢 我们雇主一定要帮 帮工人买了医疗保险 除了努工保险 还要买医疗保险 第二 如果工人 犯了法 被炒 甚至是 如果是借贵礼 被追溯 要走路的话 我们的雇主 还要买机票 还要买机票 给原居地的居马费 他们回去原居地 那市民 大家你说 谁才是奴隶 谁才是主子呢 所以 你说工人当奴隶 基本上就是不成立的 我们的雇主 真是很希望 有你们的工人 是做得好 令到我们真是无后顾之忧 反而 你们呢 就经常做一个逆向欺凌我们 那就搞到 我们的案子 就越接越多 所以 我们反而现在 因为这件二比达人事件 我都很希望 政府 真是可以 想出一些新的政策出来 重新要求政府 可以站在我们雇主这一边 多谢 好 谢谢 梁先生 是 一早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第一个茅头 直指是 无良中介 他没有说 某一个中介 他就说 无良中介 他没有说 无良雇主 没有说 无良工人 那 一堆補了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尽量挖了 这些仓巴 或者以前你收的费用 是一小撮 或者百分之 九十九都是有良的agency 不是无良的 他只不过一小撮 造成了无良 今天他就说 无良agency 就算去立法会 他都写着无良无良 其实agency的责任在哪里呢 我们面对 印尼领事 面对菲律宾领事 面对入境处 面对劳工处 面对雇主 面对一个工人 我们站在中间里面 我们做的那些工作 他们根本就是不清楚 在外面是完全不清楚 他就将那些收费 是培训费 和介绍费 他就混淆在一起 那些是双边的生意来的 那边的培训费 人家是国家 一定要指定收这些钱 但是他就将这些钱 是强加了一流 是说介绍费 为什么现在雇主说 觉得那些费用为什么这么高呢 其实这些费用 全部我们收的费用 就是雇主所收的费用 现在收到一万 八千至一万的了 是真的都算是相当高的了 但是我们要给什么呢 有机票啊 整个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支付给那边 那边就收个培训费 很多东西他们不明白 就强加了一个字 是无量agency 无量中介 是绝对不是这样的 你们是不要抹黑了我们的中介公司 我是代表了有量的中介 不是代表无量的中介 那无量和有量之间的数字 是怎样比较的呢 在你的想法里面 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有量的agency OK 全国有多少这一转啊 二千间左右 二千间 OK 好 现在钉牌呢 去年只有两间而已 就是说二千间里面 有两间是无量的 给他钉了牌 这些就是政府的监管不力了 就是 OK 好 不如我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方法 大家去探讨这件事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有不同的罪案发生 其实都是意料中事 一个大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罪案发生 那 若容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是没有可能发生 我们都会正视 我们都希望 每个雇主做回他 一个良心雇主的责任 对待容工是非常好的 但是 大家要想一下 究竟现在的严重性 是不是去到这里这么严重呢 去到说 很多都被剝削 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呢 我会看到 一些工会 一些团体 他们的动员力 他们的网络 的确是非常之厉害 他们动职 可以找到一大班人出来 举橫颜 举喊口号 举一些 声称受害人的大头照 可能有一些是真的发生过 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 你看到那些大头照 有名字 他们受了什么虐待 正正落幕 工会是没有向公众交代 落幕的意思是 有些可能在警察方面已经是 他的口供已经前后不符 左右矛盾 已经不能够再进行 不能够再进行法庭 有些 上到法庭 到最后都是判 雇主得值 刚刚星期四 大家都有眼看到一宗了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 究竟香港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 是这个 弱容 或者对 容工剥削呢 香港是不是真的 个个雇主都是魔鬼来的呢 同一时间 我想带出 其实 外容 犯法 在香港 亦都是非常之多 我相信 在座 两位 就是这个工会的人 其实他们都应该有些数字在手上 外容 在他们的 雇主家 可能是 药宜 药嬃 虐待老人家 在食物里加一些 不应该有的 化学品 偷竊 甚至一些 卖淫 吸毒 这些事件 都 时常听到 那这些情况 究竟 工会你们在哪里 为什么你们不出声呢 或者张燕子说说 好吗 那么 Ariana的事件 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极端的事件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个别事件 不是冰山一角 其实我们中心 是服务一些在香港的外籍家务工 服务了三十几年 去到我们 2013年的数据 我们其实就接收了大概 二千名的 就是 这个 外籍家务工的投诉 当中 大部分 百分之52 然后他们都是有被中介公司 超收中介费的 其实你刚才说中介公司 有粮的大部分很多 但是我们接收回来的数据 就不是这样 这52% 就是超过一千名 我们接受到的 这个外籍家务工 他们给的钱 大概是 15000至21000元 你刚才梁先生说 就说是 培训费和介绍费 混合了 我们知道 其实印尼的国家的政府 它是有规定收一个中介公司的介绍费的 香港方面 都是有规定的 但是在菲律宾方面 就是规定 不可以收工人的介绍费的 香港那边的规定 就是收所有工人的介绍费 头一个月人工的10% 那就是现在是400元左右 还有其他的 你说培训费 什么 其他全部都不能收的 在劳工署出版的这一份 就是给职业介绍所的须资里面 它是一份给雇主和容工的须资 它有说明的 其实工人是不应该给 定名的佣金以外的任何费用 影印费 订金 培训费 所有的名目 所有考纳的名目 都不应该给的 因为那些就是中介公司 透过压榨工人 去赚钱 去利用这个债务去驱使的劳动 用债务驱使的劳动 就是强迫劳动 就是人口贩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在香港的外籍家务工 是好像奴隶一样 不是只是因为 有一些好像这样极端的虐待案件 而是因为在制度上 他们就是一帮被剥削的工人 好 谢谢五位台上讲解嘉宾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会 你说99.9% 1%又这么不好 不是的 这个卡市你都看 一单或一单 政府都没有中什么 明白 我答应那个 agent agent他说 90% 99% agent好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 政府都说 规定10% 收我们的钱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 我们各个都是万几元起的了 给个agent费 还有估值 都有给他是不是的 你帮他是不是 但是呢 你换个工人 你一定给钱他的了 还有我们也给钱他的了 是不是 我们还有呢 他说呢 我们工会 为什么说 我们 阿丁 不如待会有机会再说 好 关于那个弱代我们的意思 不是的 但是我们 想了解一下 想让你们香港 知道我们有困难 有议题 所以说出来你们听 好 谢谢阿丁 可不可以怎样 我们互相交作 互相交通 谢谢你 阿丁就说 他僱主对他很好 他非常心存感激 最后提到他就说 要互相沟通 互相交代 这个是良性的一个对话 希望老实说 就是相拗就不要厚 大家都要彼此 让对方有一个 有一个对话的机会 先好吗 阿 陈均衡小姐 是 大家好 我是代表 公平雇用中心的代表 其实我简单介绍一下 公平雇用中心 是全亚洲第一间 以外傭雇主 和香港为利益 为依归的社企 我们最主要就是 希望以道德的标准 去雇用外傭 我们这间企业 就是由香港大学 一个professor 创办 而我们这间企业 正在是由45位 香港大学的学生去经营的 首先我想回应 梁先生的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向全香港的市民 去澄清 Ariana这件事件 和外傭继续被虐待 和剥削的原因的最灰热 就是无量的香港 中介公司 是反对的 首先为何呢 我们是不想外傭和雇主的关系恶化 但是希望大家听一听我们这方面的说法 首先 香港的中介行业是有2000多间 而根据 Labor Department的调查发言 其实只是有少于20间 是受到 是得到印尼政府 和菲律宾政府的认可 而去经营的 所以 如果梁先生所说 有99.9%的中介公司 都是有良心的话 那为何只有20多个百分比 是受到外国政府的认可 另外根据 对的不是 你们根本都知道 梁先生 你先让他说完 我稍后给你回应 二十多间 几百间 你先让他说完 我稍后给你回应 为什么我们觉得中介公司是 外融受到剥剩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中介公司 非法地去收取 过高非法的中介费 和强迫外融去申请 大二孔去上还这些中介费 例如根据国际特资组织的调查发言 多过85%的印容 其实要是支付 多过21,000元的中介费用 最高的更加达至5万元 现在香港法律规定 只有410元 而当外融不能支付 这些中介费的时候 他们就会逼使外融 去一些大二孔的时候 去大二孔申请一些 高达60%年利率的高息贷款 所以香港 而香港中介公司 和印尼中介公司 更加会勾结 去确保外融 去尝还到这些高息贷款 而在Ariana的案件里面发现 Ariana一开始受到 无良雇主剝削的时候 他们曾经去过 他的无良公司 去寻求协助的 但是因为中介公司 由于他们未能够偿还到贷款 所以就强迫Ariana 回去继续受到剝削 而去瓦印这些剝削 而另外 根据EV先生刚才所说的 这些外融 他们更加会经营 吸毒或者卖刑行业 但我有一个点 是想提出的就是 大家记不记得前几个月的 印尼妓女被杀案 其实那两位妓女 之前就是外融来的 但是因为他们 很想回家 但是因为他们 要偿还高达2万元的贷款 所以他们被中介公司 强迫他们留在香港 可以作为妓女去尝反 这个高息的贷款 然后 绝对 OK 或者 陈小姐我们待会有机会 再详细给你发言好吗 你拿证据出来 我们先停一停 现在 Ariana小姐现在到了场了 我就问问她 Ariana想不想说一两句话 请问她给她前面 Ariana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to Hong Kong people? No 如果她还没得的时候 先准备一下 Are you ready? 好吗 请问她 Tri Terima kasih atas waktunya Saya ingin menyampaikan kepada seluruh masyarakat Hong Kong Semoga Saya berharap Majikan di sini Semuanya baik Terhadap buruh migran Karena tanpa buruh migran Mungkin ekonomi Hong Kong Tidak akan semaju ini Karena OK 英文翻译 我们想很感谢大家 香港人支持我们的这件事 还有希望 顾着在香港会待很好的耐用 因为我知道 如果香港有耐用 香港的经济 真的都是有点好一点 The economic growth in Hong Kong is growing up OK 她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希望雇用双方都是一个好的关系 大家可以彼此发展 经济等等都可以增长 还有没有东西想说 Any more 有点好 Ya Semoga Pemerintah Hong Kong Maupun Pemerintah saya sendiri Merubah peraturannya Yang Selama ini Merugikan buruh migran Dan hanya menyerahkan Tanggung jawabnya Kepada agensi Yang tidak bertanggung jawab 好 希望香港政府 和政府一定会看到 这些经济 以及根据 他们的关系 使用法来 因为 当时 Erwiana说 香港政府 和政府全部都是 在中间公司 所以有没有事 中间公司先做 但是 已经 Erwiana 就是中间公司 不帮忙 OK Dan bukan hanya saja yang mengalami seperti ini tapi masih banyak buruh buruh migran yang lain yang diperas oleh agensi Padahal kita tahu bahwa buruh migran itu orang miskin kalau kita gak miskin kita gak mungkin 就去香港 untuk mencari uang untuk mencari makan 好 很多中间公司 都是 mok mok sok 我用 同意呢 他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香港 都真的 送还野 做 完全 帮手 家人 好 基本上 他就说 希望 就是 双方的政府要重视这件事情 就是 雇工来到这里 都是想找口吃的 他就希望 中间公司方面 都可以有所改善 不如我们请中间公司 可以简短回应 我们中间公司 今天你们说的东西 你们没有出任何的证据 是证明这些东西的 是可以说得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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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阿里安娜这件事情 中间也是 筹集 捐款 造成这件事 有这件事发生 我个人 在SOKO门口 做了一个很大型的show 我也是筹款 给他 他也是有一个banner 我们送了回去的了 就是说 我们中间 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 但是我们没有声出 是不知道去哪里发言 你们个个都阻止他 就是说 是无粮 我们都不敢 直接不敢说话 个个都无粮 我们怎么无粮 我告诉你 那个费用 完全不是中间这边收的 是那边 就是别人的那些培训费 国家规定他们这样付钱的 只不过 这个问题 你不可以说 我们中间拿了他们的钱 不管他们 你静不静 我们生养死状 都要为他们去做的 引来政府 我们有balling house 到时他没有饭食 是离我们那里 梁先生你刚才说 我们对中介公司的指控 没有证据 就是因为你们中介公司 知道自己犯法 根本就不会发收据给他们 我们去哪里找证据 根本就没办法去投诉 你就找证据 找那个中介公司的证据 你不可以这样说 所有北部两个中介公司 你绝对不可以这样说 他在被雇主虐待的时候 第一个月他有逃走过 他有找过中介公司去拯救他 不用逃走 中介公司就送他家庭 你不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 中介公司是不是找工人去死 不可以这样 误猎了我们 其实呢 可以打三个狗 说是求助的 不是说中介公司去求助这件事 我们不如进入一个议题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 就是外宿会不会是一个解决方法 在法律上有问题 还有会不会滋生了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老实说 留他在这里住呢 其实占了一些地方 但是也不放心的 就是让他出去住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 有些首尾的事情 究竟这个问题 可以怎样解决 外宿是否真的可以帮助到解决矛盾的发生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 外宿其实是绝对不可以解决到任何矛盾 刚才我也想回应 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刚才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雇佣犯法 为什么工会永远都不会出声出来表态呢 给一些数字出来看一下 比较一下 就是比较一下 香港的雇主和外傭犯法的比例是多少呢 其实没有回答过我的 不过算了 我不追问这件事了 你可不可以给一些证据我 我相信两位都是很支持 去外宿这个政策 但是有什么证据证明 外宿是会减低磨擦呢 有什么证明 是他们可能受弱 可能受到剥削 受到一些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是当他们睡觉的时候呢 但是外宿是减少 就是让他有一个轻松一点的 一个私人的时间空间 在家里一样可以轻松的 谁说家里不可以轻松的 你家里是他的工作场所来的 不是他家里的 你们两位讲说一下 你上班都不是真的 下下坐在那里 你也有宿舍 你也可以走出去 走下去 那李生你愿不愿意躺在你的办公室 天天 一个礼拜六天 你不可以用两回事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比喻我觉得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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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有一得 如果我签先限定时 我老板跟我说 你是要留意找职工作室的话 我会考虑做还是不做 但是如果我们都签完合 你来之前你已经知道是要我在乘家睡 你跟我讲即使 不喜欢才在 squared 违约、偷走、搏炒或者无告雇主去骗杀 这些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主持人,有一点我希望去弥清 因为其实很多人听到我们争取放宽这个强制流速政策 就说那怎么办,三十多万人都出去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 因为我们的争取是放宽 我们在说如果雇傭双方他们协商之后 认为是可以负担得起一个外宿的费用和安排 为什么政府要禁止雇傭双方这个自由呢 其实一个问题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强制流速的政策会令到有些事发生 就是说很多时候中介公司很懂得教雇主 你怎么填份合约就可以得到你的申请就通过了 但是很多时候合约里面写明的注宿条件 并没有在实际上发生 大家很多新闻都看到了 有些容易睡厕所,睡厨房 如果他们在合约里面真的写了 睡厕房,睡厕所,入境处根本就不会批准他们请合约 给他们知道是破坏的合约 根本就不会批准他们 这些地方很简单的,你不可以拉个副主 好吗? 说完没了? 你不可以这么说的 睡厕所、厨房那些已经违离入境处法例了 没错了,但是他们是向外宿的 他们是向入境处作出虚假的声明 所以才请到外傭 你不知啊,小小时已经退 如果虚假的声明,你就要拘捕他 你就要告他 没错了,没错了 政府又是做事不去查 没错了,你说完 那你是不是这样,政府可以去入固主家去查 他们可以的 可以去入固 法例是写到明,如果写到明 如果有什么事,入境处是有权进去查的 多谢你支持入境处 入境处,他们的注重条件 OK 是啊 好,不如我们进入刚才的提案